下午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的主题是AI 去年我们看到全球在AI领域的投资是翻倍增长 总额达到了660亿美金的历史新高 全球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AI独角兽公司 更是从10家增长到了65家 速度非常惊人 那在这一波的AI浪潮当中的机会以及挑战在哪里 接下来的论坛我们就会从AI成熟曲线的每一个阶段来逐一检视 那首场专题演讲我们就请到了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简真傅 他是全台湾半桃体制造业资料分析的第一把交椅 他的著作《工业3.5》还有《蓝湖策略》 更是很多台湾知名科技业在迈向智慧制造 以及制定数位战略时候的教科书 因此今天他就要来跟我们分享 究竟企业应该如何运用蓝湖策略来成功迈向转型之路 欢迎简教授 焰 段董 Wil Jason David 还有很多好朋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跟大家野人宪铺 不过稍微update一下 现在的大数据专家 其实我们在座台大资管的李佳妍教授 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分享 那我就很快的做一个破题 最近写了一本书 其实在疫情之间花了两年谈蓝湖策略 那我们知道蓝海策略它是说 这个你要想办法发现海一样的市场 那因为创新新的市场 所以它margin很高 这可能可以解释它的前段 但是如果一个市场非常的大 margin又高 通常最后吸引很多人杀进来 最后还是常常变成红海 所以我们常在蓝海红海之间循环 甚至常常追到都是尾巴 但是蓝湖的话 是台湾很多隐形冠军中小企业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也许是在一个niche market 也许它借着它的一些创新 它的研发 所以它在一个市场不是那么大 但是因为它的margin够高 所以它可以维持一个蓝湖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先进国家要重回制造 所以蓝湖也有另外一个意涵 是去蓝先进工业国家重回制造的湖 那孟子讲过银科而后进 这个科 我是大西人 大西以前叫做大科坎 科就是一个碗一样凹凹的地方 那它是一个可以沉住水的地方 所以你想象我们的价值溪流 从这个雨水从这个玉山下来 然后沿着这个山脉这样下来 也许会在一个地方 在日月潭 然后在嘉明湖 这个沉住 它也有些地方是过路财神 所以我想要用产业发展的动态 来分享到底怎么样去留住这些价值 那为什么会谈工业3.5 当然工业4.0它把工业革命分成四个阶段 那我的argument是这1 2 3 4不是连续的 1跟2跟3跟4的关系 是一个一个是从无到有 一个是有了以后想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知道1跟3 有明确的enabling technology 从无到有 比如说蒸汽机的发明改良 我们进入了机器的时代 比如说电晶体我们进入了数位时代 但是工业2.0它其实花的时间很长 那现在工业4.0 德国原来讲2025 那当然现在schedule也往后延了 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的2.0 有人维基百科里面说 从1840或1860开始 就开始的时间也讲不清楚 但它结束的时间是1919年 巴黎和徽一战结束 换句话说它花了将近60年或80年 所以现在来看工业4.0 它也许不会花60年80年 但是不会一步到位 也不会因为只是某一个技术 CPS或AI就能够做 事实上AI可能更早之前就有 也是因为现在的数位时代的 Combinning Power去empower它 而让有很多的创新的可能 那当然是今天会议的目的 那工业2.0里面也特别谈到科学管理 所以它不是只有技术的问题 因为当你scale up的时候 会有很多管理或科学管理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想要特别highlight的 那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是一个价值重分配 不管是对国家 对产业 对企业都是一样 那德国工业4.0在2011、2013提出来以后 它有一个缩帖 它缩帖是说 这些全世界制造跑到新兴国家 那西欧国家在过去损失 包括10% 36到25 然后工业4.0的目标是去recover 它用recover就是要去收复它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制造如果是100% 然后美国要重回制造 西欧也要多拿回它 认为它原来的10% 那对新兴国家 对台湾的影响 当然不会只有10% 因为台湾不是只有在台湾制造 在东南亚 在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制造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重分配或竞争的问题 那台湾适合的策略是什么 这是可以讨论的 那我在2014年 在一个会议上 我的会议就是大家要集市广益 我在那边偶然提了工业三点我的想法 那本来想说讲过就尽了责任 结果没想到一个媒体把我当封面故事 把它报导出来 那因为后来就受到更多的重视 那最后就在天下经历论坛里面分享 然后写成一本工业三点我的书 那也得到科技部的奖 或是经济部的奖 那我用这样来说明 它的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产业界的 但我不是平白无故去写 我在2005年到2008年 我有借调去台电三年 2008年我本来就回到清华 结果我一个同事到联发科当财务长 所以他就介绍我去联发科当顾问 当时刚好是山寨基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山寨基是2G到3G的时候 那这个时间点就有所谓的2.5G 或2.75G 那事实上3G的这个技术在98年就有 可是真正普及可能是像多普达 像这个iPhone这些 这些smartphone开始出来以后 所以联发科在这个市场里面 一种是进入一个2G 已经成熟 但是margin已经在下降 快要变成红海的市场 另外一个是进到一个 还没有真正开始的 虽然iPhone刚开始有些人用 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 所以他就正在成长 那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他用一个混合策略 混合策略有点是2G跟3G中间 所以叫2.5G 也是我们常常有的这种平价奢华的观念 在2G的infrastructure底下去做出一部分3G的功能 叫2.5G 那后来当然因为很成功就2.75 那你知道这个产品也好 朝代也好 或是工业革命 都是一个新的世代起来 旧的要下去的时候 这会有一个gap 那2.5G、2.75G 提供了一个去把它收割的机会 有点像我刚刚讲蓝湖的概念 那当然联发科他不是只是提出策略 他还有他的对应的strategy 比如说他提供公版的设计 比如说他提供一些建立生态系统的方法 所以当然就吸引更多的人进到这个生态系统 那当然促成山寨基的蓬勃发展 一本到现在 所以蔡董他也特别提到 这里有一个是切入点的问题 这样的切入点就像是一个S curve一样 我们知道S curve的这个前端 这个其实是蓝海常常讲的 就是你去投资这个前面 当然他如果成功的话 他的报酬一定比较高 那台湾有很多产业是常常喜欢最高杀地 做后面这个部分就像普世蛋塔一样 发现这个蛋塔卖得很好 大家都去抢着做 这个就很快杀成红海 那这个S curve在联发科这个例子里面 他选择一个正在起来还没有 还没有saturate 或是还没有真正到顶的时候 那因为很快的切入它 那当然很成功 那这个随着新的产品或其他产品 不断的发展呢联发科他就不断的往前进 那我用蓝湖策略里面 我用明朝这个高竹墙广积粮缓称网 你去建立这个生态系统 你去发展自己的研发 所谓的上市对下市 这些都是高竹墙广积粮的概念 缓称网 就是他不要太早就是说 我要自己来定义这个 当然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说 要去定义一个新的市场 因为是你定义的这个市场都归你 但是我们没有大国support 也没有够大的市场 有时候这件事情不见得容易做 那他选择的反而是一个相对 比较务实的或practical的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缓称网 所以他不断的往前进 但是他就是尽量维持在这个点 那当然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这个公司的成长 那台湾的产业很多都是水平分工 大家可能也习惯水平分工 一方面是台湾人喜欢自己当老板 但我们的ICT产业 其实很大一部分跟这个ATX标准有关 那在做很多的先进 但我们知道这个 这是我自己的电脑 那在清华 我想台湾的大学大概都是一样 这个学生啊 研究生可能就去学校对面的 这个NOVA超市里面买一些主机板 一些模组就可以自己兜出一个 IBM相容的电脑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ATX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有什么好处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 基本上组出一个IBM相容的电脑 换句话说 进入这个市场的门槛也变低了 台湾有些公司可能只做机壳 只做连接器 只做power 都可以长成很大的公司 因为这个量也很大 但是也因为大家都可以进去 所以它的竞争程度变高 所以在这个EMS领域 它的margin可能非常低 但是你说margin低 股价还是很高 因为它的量很大 所以它虽然已经进到 所谓的鸿海市场 但是因为量很大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要谈 聪明生产 这个可能会impact到我们整个生态系统 那这也是我的concent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会有这些影响 那显然对产业而言 somehow一定要有人来提出这个想法 提出来一定是得到好处的 你说IBM提出这个想法 IBM也被自己革命掉了 IBM被IBM相容的电脑革命掉了 当然在做很多产业的先进 我们就知道这个标准其实是Intel Intel在当时其实还是一个 一个IBM的vendor的时候 它就有这样的vision来提出这样的想法 因为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这些标准里面 他把别人 even DRAM 我们都知道记忆体不够可以换记忆卡 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去换CPU 大家都觉得CPU要换就要换整台电脑 这好像变成一个framing effect 谁告诉我们这个样子 你可以想象你今天买一台电脑 两万块好了 你会去care这里面是怎么分配的 不会 所以当它没有分配的时候 这些被定义的很清楚的 它就会不断的互相竞争 因为它要complete 在这个供应链里面的位置 所以大家的这个就开始 越来越便宜又大碗 但是这个省下来的利润 并没有不见得直接给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买的还是一个产品 所以像Intel这样的公司 它是hidden margin 就是你们这些去杀 我不用跟大家杀 所以最后大家的margin低的时候 它反而可以enjoy比较大的 那我认为这样的策略思考 在台湾很多产业里面不见得会有 这是为什么写这本书的原因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我们很多产业表现不错 所以我们这个动辄用神来形容 这好像也不错 可是当我们今天把一个人 一个公司神化以后 你就只会有神就败 反而忽略了 这个人他为什么去成功的 那我想做这件事情 更多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台湾其他的产业 也能够follow这样的pass 然后除了我们原来的勤奋 努力以外 多一点这种策略性的思考 那如果你不一定同意我刚刚讲的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Intel明明这个做CPU 它的margin这么高 超过50%以上 为什么他要做PCB PCB当然台湾也很强 可是台湾有一阵子PCB因为有污染 竞争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都外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然留下来打不死了 现在都非常强 可是你可以想象它的margin不高 如果你是弄一个business 你有一个50%的margin 你为什么会去弄一个不赚钱 甚至赔钱的一个BU在里面 那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些竞争的人 总会竞争到最后大家杀得很累 就不要这么竞争 这个Intel它就会有碾于效应 然后做它的CPU出来 提供公版的设计 那只好逼着这些PCB大厂 继续migrate 继续用Intel Inside的CPU 然后继续去杀下去 虽然已经杀到精疲力解了 那这个谁占的好处 消费者固然占的好处 因为整个系统开始便宜又大碗 但是便宜又大碗 就会带动更多的需求 当然对CPU的唯一或主要的供应商 也会占到更大好处 这就是策略上的想法 所以我在写这个连巴克个案 有个好朋友Christensen教授 他有一篇文章 他在提这个价值到底怎么分配的 所以他当时的review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个人电脑产业 这个Wintel 微软跟Intel 他们都是迎客后进 这个碗是有成到的 但是台湾的两兆双星的DRAM 台湾的PCB PCB的产值也是破兆 那他们的这个都没有达到 没有真正成到这个价值 更多是过路财神 更多是这些设备厂商 药水 原料供应商等等赚到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地方 那当然在我书里面 我引用好朋友Charles Fine 他MIT的一个教授 他写过一个书叫Clock Speed 就是他认为产业 因为他研究美国的通讯产业 这个通讯产业在演化的过程里面 他会有这个所谓的双螺旋 有点像我们历史里面讲水平分工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所以他用这个来 那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去总结不同的影响的因子 因为有驱动它去垂直整合 就有驱动它去水平分工 那你的供应商 或是你的上游的厂商 都希望想要去改变 所以他有一些对策 但是这个只是形容这个演进的过程 可是我们整个产业链是不同的Layer 这些不同Layer 就是我们在跑这个操场一样 它有不同的跑道 所以有的跑道跑得快 有的跑道跑得慢 那这个跑得快跟慢之间 就会形成Gap 就像半导体产业 在晶圆的地方跑得快 IC设计跑得快 但是我们现在Bottleneck 就飘移到IC载版 飘移到PCB 那这里面当然也会衍生出 有Gap 就是对研究来讲 对创业来讲 就是它的机会 那它也需要另外的Solution来解决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 全球的供应链 特别因为Covid-19好像变严重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 本来就已经发生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跑道的人 大家都想要 工业4.0讲的聪明生产 聪明生产代表什么 越少量多样 越精准的控制它的存货 摘制品等等 那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Bottleneck很不稳 就好像你开车 我刚刚开车到台北 如果开车我碰到说 路上很多人都开 开名车都开很快的时候 那个路就非常难开 因为你非常动态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开 其他那当然你这个游刃有余 那所以产业也许不会马上止掉 但是现在砍的是这个 所谓的短电税链 那因为更零税 这个制造管理的问题就更严重 那我之前在戒掉的时候 有提这个叫PT-CCR的架构 这在书里面有完整的说明 但是这个产业 其实就是要把外部的市场 创办人讲说 CEO的工作就是把外部的市场 带进来Mobilize 内部的资源来满足这个市场创造需求 所以这个价量 我们知道有价量关系 那台商台厂当然接单很厉害 但是对于这种价量 Predum mix的满足 尤其在这个少量多样 产品组很多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有很好的调度能力 然后我们cost down的能力很强 可是现在很多更多的浪费 或是什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资源 怎么去优化 那右边是量 左边是钱 那其实不是只有大公司可以用 我在书里面 我引用一个清华夜市的小店 他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很多其他产业也可以做 那 这个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它是每隔一段时间 一开摩尔1965讲每隔12个月 它后来讲24个月 那其实它的原稿是右下角 我在书里面把它整理了一下 一方面是电晶体的密度加倍 所以我们要不断追逐线宽的缩小 现在已经到5奈米3奈米 但事实上它其实同时提到 它的价格单位的价格是在下降的 也就是说摩尔定律它提出一个便宜又大碗的定律 而且是有节奏的 为什么这个节奏重要 因为这个节奏就可以让整个产业follow同样的pass 那这个生态系统就会更健全 不会像刚刚讲的 大家杀的你死我活都没有赚到钱 那如果你把这些 这些swiss bar连结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一个红色的线 那为什么它每一个generation要发展打勾勾呢 因为每个generation都有它最适合的产品 我们常常杀鸡用牛刀 鸡刀也可以杀牛 但是不是cost effective 牛刀也可以杀鸡 也不是cost effective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这个新的厂 旧的竞缘场 因为more and more都好像有一些用途 但是这个资源怎么调度优化 就会影响到公司的能力 那这种能力过去都是靠人产销的协调 现在要结合这种AI大数据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谈智慧制造 除了那些看得到结构化的问题 有很多是在这些corporate level的事情 更多可以去发展 那因为台湾有这样的主场优势 不过这里面我是解释说 过去大部分都是follow在线宽的缩小 但是我透过把这个架构把它成级 就发展出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向 有时间到了 可是刚好延后三分钟才开始 所以要还我一下 那我就把刚刚后面的这个简单的讲完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刚刚提到 光是这个架构展开 分子分母展开 你可以找到很多方向 所以我之前做所谓owe 这是有的教育部的讲或什么 我只是illustrate它的效度 然后有做很多怎么样去提升这种良率 叫ramping 很多产业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很多产业是做那种几千万几亿个 所以它前面可以做一两个月几个礼拜做坏掉 反正它fine tune到以后 然后就复制复制个半年一年 所以它前面的这个learning curve通常很久 但是你做少量多样 我们都知道刚刚讲蓝湖大家都接受的话 你怎么做蓝湖就少量多样 所以你要很快的拉起来 就好像你车子要很快就可以飙到急速 这个就是需要更好的性能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做法上的差别 所以我在蓝湖策略里面 不是只谈一个strategy 而是谈如何去enable它 那我认为这些努力的方向 是每个公司可以自己去做的 那当然这个过去提公司 就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Harvard又有这个报导 那现在在谈的更多是这种 所谓的即时决策的问题 那就像我们中医讲的 叫做致病与未发 过去都是有问题 然后想办法找出理由 然后证明它是坏的 管制图观察你确定这个坏人 然后抓出来痛打叫它不要再犯 现在的观念都是不要等它发现变坏 慢慢把它赶回来赶回去 那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我刚刚讲 那个gap是存在 所以如果你去观察半导铁产业的 evolve的过程 它有很多新的组织会出来 新的bindness model出来 当然因为这个产业整个是获利很高的 所以大家愿意去填这个缺口 但是我们可以倒过来 现在台湾很多其他产业工具机 汽车自驾车或是通讯产业都想要走到水平分工 都觉得可以复制这个 或是很多公司想要做它的产业台积电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因为现在是生态系统跟生态系统的竞争 或许就不一定容易那么成功 因为你会缺一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我中间有举例子谈台积跟它的公司叫创意电子 创意电子本来是一个设计服务 所以它现在变成一个叫做 因为台积入主 它就变成一个虚拟垂直整合 然后现在它其实变成一个叫Flexible ASIC 所以它的bindness model有因为这两个的互动 还有整个产业发展去evolve 但是这个evolve的原因就是要去填补这些缺口 所以我认为智慧制造 台湾有很多中小企业 或者是不要讲中小企业 很多大型公司也不一定有能力 可以在内部养一个很强的团队来满足AI 当然这个community有很多的新创想要去填这个gap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台湾的产业普遍的升级 那我有提一个概念 在科技会议里面 我就说台湾要发展叫做分析服务业 当然科技部也要求我们要AI产业化 产业化要成立新创 所以我有点show off 但是要证明我是行胜于言 不是只有讲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这样的公司在清华 然后试着去provide叫做分析服务产业化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其实在右下角 就是弹性能力很强 但是它的标准化合理化这些没有做得很好 然后它想要一步到位不太容易 那也不能只靠AI大数据就可以帮它做到这样 所以怎么帮它架构问题 尤其是制造 所以现在很多人强调制造到domain knowledge 那我认为 刚刚的联发科那个2.5G 2.75G混合策略 在既有的infrastructure底下去满足一部分的功能 这样的思维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那我认为这样的思维不是要去取代的 尤其我们很多的老师傅老员工 台湾很多勤奋的人 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钢铁人 就是你是Jobus 你可以跟你的钢铁对话 然后降低你的工作loading 然后甚至台湾发展这样的solution 我们将来可以外销到其他的新兴国家 把台湾变成 或是台湾其实很多产业已经开始转型 把它的主场变成一个发展solution的一个场域 而不是只是靠那个场域来赚钱 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我写了一首歌诀 今天没有时间教大家唱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简教授